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召举他的教会并非从外邦污秽国家中 理由乃是根据他的圣约 虽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违背了这约 但他却保守了剩下的渔民 使得这恩约不至于彻底落空 简言之 神收纳凡是亚伯拉罕后裔 作为可见的记号指向更大的恩福 就是神赐给众人当中少数选民的救恩 这就是为何保罗如此仔细区分 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他属灵的儿女 属灵的儿女是按照以撒的模式蒙选招的子民 这并不是说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突然无益的 若这样说就是侮辱神的圣约 神的计划永不改变 他照自己旨意预定所拣选的人归属于他 唯独这些属灵的后裔必蒙拯救到底 他的拣选计划在选民身上必然有效 我们在后面会引用许多经文来证明此教义真理 请读者不要以偏见采取错误看法 根据圣经明确的教导 我们结论说 神以他永恒不变的计划 一次永远地预定选民得着救恩 以及遗弃那些因己罪灭亡的人 我们深信对神的选民而言 这计划是根据他白白赐下的怜悯 而不是人的价值配得 对难灭亡的人而言 神以他公义无可指责 却测不透的审判 将他们交付定罪毁灭 向他们关了永生的门 就神的选民而言 神的有效恩招 见证了他们是蒙了拣选 我们也确信 他们是被称义 也是蒙了拣选的记号 直到他们得荣耀 就是这拣选的最终实现 然而 就如神借着恩招和称义 印证他的选民 照样他容让所遗弃的人 行恶抵挡他 不认识他的圣名 拒绝被圣灵分别为圣 这些记号也彰显他们未来 将受怎样的审判 我们在此略去不谈 许多愚昧人的谬论 他们为了推翻预定教义 捏造许多的幻想 我们无需反驳这些幻想 因为他们一经提出 就充分显明其谬误 我们只要回答知识分子的辩论 驳斥可能办到 单纯之人的谬论 或不敬钱之人 用来攻击神公义的诡辩